早安,今天是2024年6月25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AT開市直擊 今早我們要喊得金融董事陳正森 和譚凱雯陪你一起開市 Ryan,今天大事有什麼焦點? 我想大家都看著 美國那邊一些科技的回調是否會持續 還有會有一些進一步 複口走勢的啟示 觀眾朋友,如果你有投資方面的問題 港股美股也可以 歡迎來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F 在聊天室內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稍後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上日個別發展的NVIDIA要跌6% 道指高開後最多是升420點 收市升幅收窄到260點 收報39,411點 上升0.7% 標指先升後回收市跌16點 收報5,447點 納指跌超過1% 收市跌192點 收報17,496點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升超過1% 歐洲股市普遍向上 法國股市升1% 焦點科技股方面個別發展 Meta做好 蘋果向上 Amazon要跌近2% 芯片股繼續有回套 NVIDIA連跌第三個交易日 上日跌近7% 是兩個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AMD都是向下 銀行股普遍向上 2月托政圈形式 在美國買賣的科網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上 網易和亞利比本港上日收市高超過1% 匯控比本港上日收市高超過1% 好 看看亞太區外圍的情況 日景平均指數早段靠穩格 升86點 最新38891點 首要綜合指數都是向上 色尼普通股指數升46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就是向下 跌15點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現在早段都是向好的 升82點左右 恆指上18100點 稍後對原本會繼續跟大家跟進 跟Ryan聊聊那個外圍情況 聊大事之前 聊聊NVIDIA 連跌了三個交易日 昨天就急跌7% 由高位$104去計算 就跌了1.6% 其他芯片股都是連跌多日 反而傳統的銀行股 能源股 以至是約股都是向上的 暫時大市好像出現了一個資金輪動的情況 你預期NVIDIA的調整是否會持續 理論上就是一個整股 你在高位度回調了超過% 基本上都進入了一個調整區 這個調整區 其實我想你都很難期望它在短時間內 一天立即和你彈回 和你修復10%的失地 我們看看有沒有一些基本因素 影響到NVIDIA或者其他芯片 以借科技行業有一些很不利的因素 似乎是沒有改變的 和一星期前兩星期前和兩個月前 沒有太大的改變 我想現在你純粹在一些高位度 一定是有一些資金進行一些獲利的活動 亦都所以令到它的股價有些回調 畢竟NVIDIA曾經的市值都去到3萬億美元流上 那你在高位度回調下來也都很合理 而且它也拆小了 拆小了其實也都令到很多的資金 它可以做一些分段的操作 例如你部分獲利 你可能本來只有10股的 你現在變成有100股的 那你減了10% 那你其實都比較容易一些操作 所以暫時來說 還未去到一個需要擔心的水平 我自己會覺得 那你說除非真的整個指數 你在高位度理論上最有些的控制 即是回調超過20% 但是現在暫時來說 都未去到這個狀況 嗯 譬如說策略上 我想都不少觀眾朋友都會持有的 現水平我當大家都在賺錢 應不應該只賺呢 還是現在甚至是進取一些加碼去搏反彈 這個看你自己本身的資金情況 我覺得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資金情況 我想即使是更進取的投資者 或者更看好後向的投資者 現在都不應該拿著超過八成的 即現金水平不應該少過兩成的 我覺得 總之都要有一點現金的 好了 首先 如果你有一定的現金水平 那NVIDIA 以至其他科技股 我自己覺得是值得是一個 比較中長線持有的一個策略 但是當中 你說會不會有部分的持股 你進行一些短線的操作 我覺得是有不妨的 你如你所說 你賺錢可能有些貨 現在的股價計算是七八十元買的 你可能有三分之一 你先吃早壺 我覺得這些操作都合理的 但是你說是否值得 我不想讓你出出入入 純粹是拿著坐著 不過我有點害怕 它會不會高位跟你 已經聲勢完結 我覺得暫時這一段的聲勢未完結 是 那好吧 我們再觀察一下後市的走勢 還有剛才Ryan也說到一點 就是息口走向 可能都會左右著來引大市走勢 我們談談大市的情況 下個星期就踏入下半年 說少少數據 譬如道指今季資金就跌了1% 納指今季資金就升了6% 我們很短線地去看 今週到最後 會不會有一個粉色儲倉的情況出現 譬如炒高過去一個季度跑輸的道指 會不會說那類的指數或者成份股 會有機會做得好一點 見到一些資金是有這樣的狀況的 不過 如果你說以季度計算 過去幾個季度 大家都會在憧憬或者預期的一件事 就是一些聲勢慢慢擴散 去到一些中小的股份 但是奈何呢 你看到一些聲勢 都是集中在一些大型的股份上 尤其是科技股 你看很簡單 你看到M7指數的升幅 就高過NASDAQ100 NASDAQ100的升幅 又高過NASDAQ NASDAQ的升幅 就高過道指二字 是標普500指數 那麼這個狀況 暫時未見到一些資金 由一個擴散 去到一些中小或者其他行業的跡象 不過始終美國的經濟 仍然處於一個比較參差的局面 你看到當地的經濟數據 呈現不到一個非常強勢的 一個經濟格局 不過也未必是壞事的 起碼大家不會因此而覺得 聯儲局會還有加息的空間 這個就不會令到經濟雪上加傷 這個都是好事來的 換去角度看 但是當然調到經濟也不能夠太差 否則也會影響企業的盈利 暫時來說 你看到一些大型企業的盈利前景 不算太偏 都處於一個相對平穩的局面 但是如你所說 會不會有粉色儲商 不排除有一些資金 是流入去一些 不算太貴的一些大型傳統的股份 其實近日也看到很多研究機構 以致是勸商 其實也開始 陸陸續長好一些傳統行業的股份 也看到道指好像這些都做得好一點 還有跟一些NASDA 或者科技股的指數有些背道而馳 我想就不排除這個跡象 可能甚至乎整個季 道指可以轉換為升 是的 你講到第三季 接下來踏入第三季 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看著是否減息 是否啟動減息 你預視後市會怎樣走 譬如第三季 講一講你譬如說道指可以 或者標指的看法 還有有什麼版塊 你覺得接下來第三季 是很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但是如果你說 講息口的話 息口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今年 你說真的減息的空間 一至兩次 這個純粹從點震圖 都看到聯署官員是這樣的預期 其實這個範圍都很難走 除非經濟數據大幅走樣 否則我想一至兩次 基本上都是今年的預期 市場也是這樣的預期 如果真的遵循著這個方向去走 其實對於大市的左右作用 未必是太大 但是否反之 如果你說真的出現一些突如其來的狀況 令到大家的預期 都會進行 第二季 階段 就是在這個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